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1年3月1日 星期一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 两个国家的这个政治局势方面的事情吧 一个是法国 一个是美国 那关于法国呢 我就是想说 今天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消息爆出来 就是法国前总统叫萨克奇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他 其实他在任的时候呢 对于中国人来说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因为呢 他差不多他在任的时候 中国人是非常非常的讨厌他 当时中国人讨厌他的程度 应该是不次于现在对川普的讨厌 所以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想聊一下这两个人物 那这个萨克奇呢 他在今天的时候被法国的法庭判决有罪 他因为腐败被判决罪成 判了三年的有期徒刑 缓期两年执行 也就是说呢 这三年的有期徒刑 缓期两年会有一年的实行 他一定会入狱一年 但是到时候会不会有变化 这就不一定了啊 萨克奇呢 他是在2007年到2012年的时候 任法国总统的 那2007年他上任之后 中国就拿下了2008年奥运会的承办权 那这个萨克奇呢 那时候就对中国承办奥运呢 当时是嘴巴特别的臭 说了很多让中国人非常生气的一些话 那就让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呢 就急转直下 实际上在他之前 中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好的 一直都有一个比较友好的历史 就是他上台以后就跟川普一样脑子进水 对2008年的奥运会呢 大放厥词 而且他之后呢 还不顾中国的反对 会见了藏毒投资达赖朗嘛 那这件事情呢 真的是在中国是非常轰动的 曾经还连带着有一位好莱坞的明星 他代理法国的一个名牌服装 还是化妆品啊 我都忘了好像是化妆品吧 是他的代言人 然后也发表了关于达赖喇嘛的一些言论 也受到了中国民间的制裁 后来这位好莱坞的明星呢 也不得不道歉 那我们再说回来就是这个萨科奇 萨科奇这个总统呢 他自己其实也一身的毛病 曾经呢还爆出来什么离婚丑闻 又和明星勾搭在一起 反正是个人问题呢 也一塌糊涂一地鸡毛 就是他是一个脑子不是那么灵光的 那么一个人 也属于那种极右派的政治人物 那那两年当中呢 使得中国和法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一度跌到了冰点 但是呢 他后来又为了自己的政治私利 180度的大转弯 2010年2011年连续到中国去访问 当时呢让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很为难 都不知道对这个中国人非常讨厌 恨透了的这个法国总统 都不知道热情啊还是冷淡 当时也是在这方面 也引起来了挺大的争议在社会上 中国人是非常非常的不欢迎他的 尽管呢 他当时180度的大转弯 说什么法国历史上和中国建交以来 一直支持一个中国呀 反对藏毒 反对僵毒啊 反对一切毒啊 虽然说他说这些 180度大转弯的一些支持中国的话 但是中国人心里面 仍然是像吃了苍蝇一样的恶心 那就是这么一个人 现在呢 我看着他就是受到了报应 现在被法国的法庭判决他贿赂罪成立 三年有期徒刑 缓期两年执行 当然昨天是刚刚对他进行了判决 他还有十天的上诉期 那他这个贿赂罪 我简单的说一下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萨克奇呢 他在竞选期间 因为接受了非法的政治捐款 受到了调查 然后他就贿赂这个调查他的法官 许诺这个法官 说这个法官的任期到了以后呢 会给他在摩洛哥提供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 那后来这件事情呢 还败露了 那他贿赂这个法官呢 就是想换回来 让这个法官对他竞选资金来源调查的信息进行保密 那这件事情后来又受到了调查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他这个案件在法国引起来了很大的轰动 就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当中 也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因为在法国的历史上 这是法国连续第二任总统 因为腐败的问题受到起诉 那上一个总统因为腐败被判刑呢 就是萨克奇他的上一任 叫希拉克 希拉克总统呢 和中国的关系还算可以 那希拉克总统呢 是在2011年的时候 也是因为腐败挪用公款 被判了两年有期徒刑 但是缓刑两年 所以说希拉克他并没有因为被判刑而入狱 那现在这个萨克奇 他在法国的历史上会是第一个总统被判入狱 但是他是第二个总统被判刑的 有人说法国现在启动了韩国模式 已经有两位总统被判刑了 以后法国的总统都要小心一点 而且那个希拉克还是在他卸任之后好几年才被判刑的 而且对他判刑的那个犯罪呢 也是很多年以前 是希拉克在担任了第一届的总理之后 又担任了巴黎的市长期间所犯下来的罪行 他虚设了职务挪用了公款 都是属于腐败一类的 还有就是法国这个前总统萨克奇 他刚刚被判刑的这件事情 他今年只有66岁 本来他也有志于重回法国的政坛 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2022年法国又要大选了 2022年的时候他有可能回来再竞选总统 现在他被判有罪了 他的政治生涯就算是画上句号了 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消息 那说完了这个萨克企业 中国人是非常讨厌的法国的前总统 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 美国前总统川普 这是中国人非常讨厌的一个美国前总统 现在他卸任了一个月 在这个周末的时候 他再一次露面 这是他卸任之后第一次参加大型的活动 并且发表了演讲 他在这个演讲里面 他再次提到了 他说2024年不排除他有可能再次出身 他要第三次把民主党打败 就是说呢 他现在仍然是不承认 他和拜登的这个竞选 他失败了 他仍然认为是拜登偷取了他的选举 好 这一次的大会呢 是全球保守政治行动的一个大会 那很显然参加这个大会的都是保守派的政治人物 民众呢 也是支持保守派的民众 那在这个大会期间 他们还进行了一个投票 就是所有参加这个大会的人呢 对一些议题进行投票 那其中有两个议题的投票呢 就是假如今天你是进行总统选举 以下的这些人你都选谁 这么一个投票 有两项不同的投票 一项呢 是里面有川普 一项是里面没川普 这个呢 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投票的结果 你想啊 这里面都是一些保守派的 就是保守派的这些民众 他们当中对川普的投票率 55% 这个得票率虽然说他已经过半了 我认为这个得票率真的是挺低的 这个得票率不高 这里面都是保守派的 但是呢 只有55%的人支持川普 那得票第二多的呢 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他的得票率是21% 这个得票也有可能是因为 这个大会是在佛罗里达召开的 所以来参加的这些民众呢 多数都是佛罗里达的民众 所以很有可能 他们之前就是投票支持他们的州长的 所以在这个会议上 他们也偏向于投票支持他们的州长 那得票第三多的 就只有4%的这个票率了 这个是南达科达州的州长 那第四名的是南卡莱罗纳州的州长 他得的是3% 然后再接下来有三位得票2%的 一个是蓬佩奥 一个是克鲁兹 一个是兰德保罗 这三个人 然后其他的 有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人得票是5% 这里面就包括一些反华极先锋 像福克斯电视台的名嘴 一天到晚攻击中国的 那个叫卡尔森 还有那个议员霍利 还有彭斯 还有以前和川普一起竞选的一个黑人医生 他得票也是1% 还有一个我们大家中国人都非常讨厌 非常恨的一个反华极先锋 就是卢比奥 我们从这些我们就能看出来 不管是蓬佩奥也好 克鲁兹也好 卢比奥也好 他们的支持率是相当低的 所以当他们说那些特别极端的话 攻击中国 实际上呢 他们都是非常有政治目的的 政治目的是很明显的 他们要哗众取宠 他们要引起这些民众的注意 因为在民众当中 他们的存在感其实是很低的 好 这是有川普的这么一个投票结果 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川普的 我也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跟大家说一下呢 这里面也挺有意思的 然后没有川普的是什么情况呢 得票第一多的呢 就是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他的得票率呢是43% 然后得票第二多的就是南达州的那个女州长 他的得票呢是11% 之前有川普的时候他得票只有4% 那没有川普了 大家就分流了川普的那个投票 那他得票呢是11% 然后就是川普的儿子 他的大儿子小川普 他得票8% 然后有两位得票7%的 就是一个是蓬佩奥 一个是克鲁兹 然后还有一个让大家比较惊奇的 就是川普的女儿 Ivanca 他得票3% 然后呢 卢比奥得票还是1% 从这个呢我们就能看出来一个什么呀 就是我们就知道 蓬佩奥他试图想在2024年的时候竞选总统 我们从他这个支持率上来看 如果说川普出来再次竞选的话 蓬佩奥肯定是没戏 就是川普不出来竞选 蓬佩奥也没戏 如果大家比较担心 像蓬佩奥啊 克鲁兹啊 卢比奥啊 这些反华急先锋 他们会不会在2024年的时候当选了总统 大家不用担心 他们不会的 他们差远了去了 好 这就是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国保守派大会的这么一个统计结果 挺说明问题的 卢比奥 已经竞选的话 他应该是没戏 现在他的支持率已经下降了 所以我们大家不用太担心 美国这个魔鬼再次出山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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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